团体操 元素堆叠 俗气 假唱假演 黑色8分钟 国师 2005年 网友给张艺谋刺了个名字 国师 但在当时 国师可不是什么好词 反而更像一种讽刺 那几年 张艺谋正走近他风光的大片时代 英雄的发布会 甚至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声势浩大的宣传带来了高票房 也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假大空 2008年 张艺谋指导奥运会开幕式 金艳海内外 但当时依然有人批评这场盛大的典礼 护章 浪费 2022年 冬奥会 冬采奥会 四场仪式 从开幕到闭幕 它再次让世界惊叹 而这声惊叹 从一个倒计时开始 这次刷屏的是这两个字 浪漫 从倒计时预告到最后的闭幕 无数次的热搜都说明了一个道理 张艺谋真的很懂中国式的浪漫 但这期视频 也许会颠覆你的这个认知 因为我想说的是 张艺谋 作为最懂中国式浪漫的人 它其实一点也不浪漫 冬奥会的奇迹 冬奥会的奇迹是怎么实现的 24节气倒计时 张艺谋从2021年6月就开始筹备 7月成立专人小组 单独为这条片子开了七八天会 找了20多个候选导演团队 最后选了龙江波 这部预告片有3分钟 107个镜头 对应到每个节气是7到9秒 每个节气的分镜大概是8个 每个镜头可能就0.5到1.5秒 但这些镜头有60% 都经过了大量后期调整 各部门一次又一次的确认 修改了十多遍 每一个创意背后 都是反复到枯燥的一改再改 冬奥会开幕式 一上来张艺谋就对团队做出要求 要把鸟巢的地面做成冰面 最初的设想是 光从冰底下透出来 有扭曲感 有折射效果 会非常梦幻 年轻的视觉团队 几乎找来所有冰的形态 做得不像被否 做得太像也被否 他要求不光要像 还得给机械的冰块注入情感和美感 需求一次次下放 方案一遍遍更改 从光的颜色到光怎么闪 张艺谋都要抓 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逼团队逼自己 把创意做到条件内最好 好不容易大家做好冰面的影像 问题又来了 两种方案 第一个是全曝LED 拍摄效果最好 却最冒险 遥想2008年的场盛点 LED品质到开始前一天还在出问题 不是这块黑了 就是那块短路 要想呈现最极致的冰上效果 就得烧带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散热 防滑 防彩踏 检修 信号 能顺利上场 多少是老天爷给面 也有个简单的备选方案 用投影 只是画面会大打折扣 怎么选 张艺谋还是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全地屏LED 但就在开幕之前几个月 测试中还是不断有意外 地屏电路板碎了 短路了 不发光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有安全隐患 等一个个问题应对完 还得应付天气 2008年是大雨 2022则是大雪 依然是不可控 所以专家干脆直接搞AB屏设计 让地面多了一层保险 总能有一个亮把 12000平米 4200块屏幕 不断检修 保持最佳状态应对 甚至用上了航天工作中的 归零系统 来管理地屏的安全质量控制 可以说 在那个让网友惊诧的 浪漫的夜晚 背后是一群创作者 花了三年的反复打磨 每一个环节都是死扣细节 表现方式出乎意料 所有的元素 却都是情理之中 这就是张艺谋 一板一眼 一丝不苟 他评价自己是用工型导演 能塑造一流的感觉和味道 而他则是笨鸟鲜飞 当时08年奥运会 三大导演竞标 李安想呈现中国古典美学 请了林辉英的侄女林英 来做场馆设计 乘凯歌天马行空 甚至现场开始迎试 但张艺谋 直接拿出了十几条方案 整背资料装了两卡车 连预备方案和突发事件也想好了 所以 与其说张艺谋真的懂浪漫 我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他总能把事办好 庶名张艺谋 张艺谋身在大地主家庭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 曾经是国民党军官 母亲是外科医生 祖父毕业于燕京大学 当过县长 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地 但也妥妥是世代读书的家庭 然而 从张艺谋身上 我们很少看到大众影像里的文人气息 反而有一身功农的朴实感 这或许和时代的经历有关 张艺谋在采访里 回忆年少时的经历 说的最多的 不是读了什么书 在哪里玩 而是自己的成分 小学四年级 班里要填一个表 出身于平上中农家庭的孩子 立马就填好了 还带着一丝得意 张艺谋却遮遮掩掩 不知道怎么填 回到家问父母 父母说了一句 等会儿吧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商量 他们脸上浮现出忧虑 不填要怎么交代 填了 又怕伤到孩子的自尊心 在最敏感的青春期 这份长久的阴影 形成了他隐忍自卑的性格 凡事随大流 不张扬 尽量将自己隐没在人群中 但很多事情 不是靠自己努力 就能撑过去的 21岁 张艺谋被分到闪棉八厂 当纺织工人 虽然他工作出色 却是常领导演中 不三不四的人 厂里开大会 领导说 不是党员 团员的不能听 600多人的大堂 只有张艺谋一个人站了起来 因为每次开会都要说 久而久之 领导也觉得麻烦 到开会时也懒得客气 直接就让他出去 连工友都觉得 他的背影很尴尬 张艺谋努力想让自己 成为工人中的议员 但做了七年工人 和他拉帮结伙的 多是他的同类 他们聚在一起搞文化 张艺谋拿的是摄影副本 但那时候没有人料到 他会成为那个大导演张艺谋 他满心想的是 要是照得好 万一能调到工会去呢 这可比做工人轻松多了 28岁 张艺谋凭借摄影 进入北电做旁听生 那时候他甚至没看过几部电影 更谈不上喜欢 为什么去北电 他想去美院 但素描不够好 想上体院 困于没有专项 想来想去自己只会照相 在学校接触了电影 他才发现电影的魅力之处 但在大学时期 驱使张艺谋的依然是焦虑 是过一天少一天的紧迫感 28岁上学本来就是大龄 别的同学可以当学生 但他不能 他上大学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但这条路也并不顺利 当年学院招生太多 开学没一个礼拜 就有人贴大字报 质疑破格录取的情况 超龄6岁的张艺谋 也属于破格之恋 于是他退学又入学 折腾了两次 才艰难地完成了学业 当时他为了赶上同学们 努力苦读 还到导演班问别人要书单 同学们都很热心 有个人直接给他列了20本书 这个人就是陈凯歌 陈凯歌都给我写20多本书 张艺谋一本一本 到图书馆去借了读 直到凭借黄土地获得金鸡奖 中间隔了7年 文艺评论家李杰说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 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 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年轻的张艺谋 那就是他说过的 现在的张艺谋 几乎成了中国电影圈最忙的导演 几乎每年他手上都有电影项目在运作 其中还穿插着一些大型活动 舞台剧 奥运会开闭幕式 国庆6070周年联欢晚会 APEC欢迎晚宴文艺演出 杭州G20峰会文艺演出 现在他在奋力地超越自己 就像以前 他急着追赶同学 当张艺谋终于有机会 不必隐没在人群里 终于可以手指导筒 他希望自己的处女作 是独特的 极致的 语不惊人 势不休的 他希望创新 而他理解的创新 就是要做到极致 不留后路 极度的仪式感 红高粱以高粱地为载体 雪红的天 诡异的日食 大片大片浓烈的色彩 音乐 他让赵继萍找来几十把唢呐 别人怕太吵 张艺谋说就是要吵 于是四十多把唢呐 齐齐吹响 组成刺耳的呐喊 就是这样 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艺谋看到 乔家大院的方正 严谨 就想拍一个没有规矩 拿来方圆的故事 为了体现这些 张艺谋特地让摄影师 固定机位 方方正正地拍出 房子的透视感 还加上了原著没有的情节 用仪式感 去强化压抑的氛围 当某个妻妾被宠幸时 会在忧生的封闭大院里 点上一盏红灯笼 又设计了垂角的动作 从视觉和听觉上 用仪式塑造权威感 局斗 原著李局斗架的 无能丈夫是贫上中农 电影里改成了 染布作坊主 在局斗和天青偷情时 一段红仇词落下 也把两人浓烈的情欲 具象化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张艺谋的作品 一直在用浓烈的色彩 探讨女性欲望 阶级权力 被封建传统压抑的情欲 当这些表达 被探索到了极致 凭借这些美学风格 获得的国际声誉 达到顶峰 张艺谋却毫不自裂 他又把自己 标志性的特色狠狠抛弃 从业力 戏剧化 走向另一个极端 朴素 极度的济世感 90年代中期 他的电影转向济世风格 秋菊打官司 摄影机和摄影师 藏在纸箱子里 拿上馒头和水 带上尿布湿 就在街上偷拍 演员就引在人群里 走位都是乱的 拍的什么也不知道 剪出来什么样 大家也没数 粗力的就像生活本身 一个都不能少 全素人演员 连主角的名字 都沿用了他们自己的姓名 有话好好说 镜头几乎怼在了演员脸上 影像无限贴近生活 但张艺谋没有止步于此 进入新世纪 张艺谋又被推着 来到了所谓大片时代 从英雄到十面埋伏 再到满城清代黄金甲 场面越来越宏大 画面越来越绚丽 英雄里 让一百匹马全部菊油 勤兵的马队过来 就像乌云倾城 不过好笑的是 有给菊早了 到开拍的时候都掉了色 满城清代黄金甲 只因为唐末陆林军起义的领袖 黄巢的一句诗 冲天香镇透长安 满城清代黄金甲 他就把满城的菊花 都放到了宫里 密密麻麻铺满了万余瓶的广场 为了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的理念 把演员的服装 都装饰上金线 金片 快到视觉污染的地步 但创作上的极端 给张艺谋带来的不值大奖 还有争议 这些大片 几乎都被批得挺无完肤 但也在这一片口碑低谷中 他的极致美学达到了高潮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这是张艺谋 创造历史的一年 最不浪漫的张艺谋 奥运会开幕式 辉红 繁复 大气磅礴 同样贯彻了张艺谋的极致美学 整齐化宜的人海战术 最直接的视觉冲击 5000年的家底 要尽可能多地露出来 这时 他已经不是那个憋着一股劲 想让熟女座经验四座的张艺谋了 促使他做到极致表达的 不是创作的自由 而是剥离了浪漫的绝对理性 张艺谋管理的是一个庞大的项目 他要管成本 管进度 管组织结构 资源调度 部门协商 还要把控整体的创新 保证观众能找到新鲜感 但又能看懂 他要承受最不浪漫的妥协 第一次向澳组委汇报 原本团队定的串场结构被否定 理由是 我们的历史 靠四大发明不足以概括 别人还在想办法争论 是不是汇报方式不对 是不是没给领导讲清楚 但张艺谋没说一句话 马上转弯去想新的创意 一句抱怨也没有 就架了一个架子 你不能走了 当然再不回头了 哦不能走了 行 我能再给你开辟一条路 一样好 很了不起 对不对 果然 心想出来的画肘创意 又比之前的四大发明 更上了一层 他曾经总结自己的强项 不是色彩 形是浪漫 而是造型 造型里关键的一点 就是完成度 有次开会 别人天马行空想出一个画面 十个人拉倩 眼倩夫 二十米的绳 他马上否定 因为低心引力 绳子垂下来绞在一起 哪里还有画面的美感 一个观念要想好怎么去完成 才叫造型 浪漫的空想是行不通的 很多时候 他知道自己的一些作品 确实平平无奇 但他没想过超越时代 而是把事情做好就不错了 他要的从来不是极致的浪漫 而是哪怕只有一点点 但属于他的表达 当年好莱坞找他拍长城 要拍三年半 不自由 制约还特别多 张艺谋根本就不想接 但经纪人和他说 一部中国电影 在全世界150个国家 首周上映 他还是心动了 这次冬奥会 他再次把那些自己惯用的符号 全部抛弃 用更简约 也更极致的道路 去探索属于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次他又成功了 如今 国师再次成为包一词 但张艺谋依然不敢得意 在采访里 他精力充沛 一直在喝水 说到有趣的地方 手舞足蹈 在创作上 他也一直保持着那份饥渴 他说 就算全世界的奖都被他得了 全世界的票房 数他最高 自己身上也不会发生 犯尽重拒的情况 他依然保持谦逊 保持清醒 提醒自己不是天之骄子 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曾经提到中国是浪漫 我想到的是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 云响一场花响容的风华绝代 但如今 我却只会想到 这位已经72岁 家在西北的老人 他的风格一直在变 但有一点从来没变 视角永远是平民的 张艺谋 不管是被包 被扁 他依然是那个庶民 始终保持着对谦逊的饥渴 对劳碌 甘之如頤 或许是最不浪漫 最朴实的心理 才是他身上 最珍贵的中国式浪漫